我们来分享今天的讯息 我们的讯息是蒙召与跟从 即是神呼召我们 然后我们如何去跟从神 是两方面的 因为圣经讲到被召的人多 损伤的人少 我们如何被神所呼召 而又回应神 去跟从神呢? 我们就看看今天的讯息 首先我们就讲一下 如果被人爱和损伤 是我们会很喜欢的 即是读书的时候 如果老师选了你做班长 选了你班长 你会很喜欢的 在恋爱的时候 有个人很喜欢你 我们就会很喜欢的 因为觉得很特别 我们现在被人选中 但是我们想想 我们被神选中 是否应该更加开心呢? 被神爱上是否更加开心呢? 所以当我们想到 神跟我们一起 神选择我们 呼召我们跟从祂 这是一个很大的礼物来的 我希望大家都会感谢神 神选中我 神爱我 神想祝福我 而我们对神回应 因为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 有很多人他知道神好 不过根从神是不多的 因为他们的心里觉得 世界更加好 所以信耶稣只有一半 一半的心在世界 这样的时候 反而他得不到神 全面性的祝福 希望大家就说 神爱我 神简选我 神呼召我 是一个很大的礼物 因为 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 如果我用一个比喻 如果大家被一家大公司请 请你说 我特别选了你 因为你真的有这个财干 我们需要的 这样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会很开心 这家大公司请了我们 那我们当时想想 这位创造天地的真神 他掌管天地的一切 而他选择我们 我们是否应该更加开心 好了 那就是 神呼召所有 对不起 因为那里远了 神呼召招罪所有人 但被损伤的人是少数 我们一会看看圣经 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第二节 天国好比一个王 为他而止摆设 取亲的盐籍 就打发仆人去 请那些被损的人来扶植 他们却不肯来 王又打发别的仆人去说 你们告诉那被损的人 我们的盐籍已经预备好了 牛和肥子都不肯来 迪速已载了 各人都齐备请你门来扶植 就说到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 婚言 当他摆设婚言的时候 他请了一些人来 他说全部预备好了 请你们来参加 这个是代表以色列人的 因为神首先是呼召以色列人 那些奴人就出去了 到大路上 对不起 这里中间是 OK 就招聚他们 不过他不肯来 我跳了一些节数 跳了他们到第十节 那些人不肯来 于是 这个王就跟那奴人说 你去招聚所有人 在路上任何人 这就是对全世界的人的呼召 那些奴人就出去到大路上 凡遇见的不论是恶 都招聚了来 然直上就坐满的客 王进来观看奔客 见那女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 就对他说 朋友 你到这女来 怎么不穿礼服呢 那人无言可答 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 捆起他的手脚来 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 在那女必要哀哭设耻 因为被召的人多 损伤的人少 于是这个仆人就去路上 去所有的人都呼召来 这个神就差遣 基督徒出去 去全阳福音 去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所有人都招聚来 就坐满了人 很多人在 不过当这个王出去的时候 在盐席的时候 看到一个人没有穿礼服 为何你来到不穿礼服呢 在这个婚礼里面 就把他捆绑 把他拿出去 去到黑暗 丢在外面 黑暗里在那 你哀哭设耻 因为这是一个比喻 是说到天国的情况 如果在婚礼 人们不会这么做 但是这个是说到天国 就是说那些人被召 这个礼服应该代表什么呢 就是代表 有耶稣的义 耶稣的义婆在我们身上 就是说我们有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有耶稣拯救我们 这个义婆在我们身上 就是每一个来扶植的人 被召的人 都应该信靠耶稣做救主 以致我们能够有这个义婆 在我们身上 但是有人进入这个盐席 就是说他参加这个教会 他被召来到 但是在这个教会里面 他没有真心相信 没有真心信靠耶稣 这样的时候 这个人就要捆绑 丢出去外面 这个安屋设止的地方是什么呢 外面黑暗里面 圣经是没有说到 除了天堂地狱有第三处的地方 有些人就说 真的有人是这样说的 他说有天堂有地狱 还有第三处是安屋设止的地方 我们从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知道是没有这件事 为什么呢 在马太福音有说到三个比喻 说到末日的 第一个是十同里 第二个就是按财干受审判 有五千、二千、一千两银子的三个薄人 而这个牧人一千的一个将他埋藏 他就丢在外面黑暗里面 在那里哀哭设止 然后第三个比喻 也是类似的比喻 就是说到耶稣回来的时候 他说得很清楚 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 人子降临的时候 他要将万民 好像牧羊的人 将羊聚集在一起 又将绵羊放在右边 山羊放在左边 然后那些绵羊 就是有造在主的弟兄身上的 那些山羊 就是他没有造在主的弟兄身上 那些人要进入永刑 在那里 他进入哪里 就是说得很清楚的 就是进入那位魔鬼 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面 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第三个比喻 是类似的 第二个比喻 就是说他没有使用他的恩赐 埋藏恩赐 第三个比喻 就是说到没有造在主的弟兄身上 即是类似都是说到基督徒的果子 基督徒不是靠行为得救 我们是信靠耶稣得救 信靠耶稣作我们救主得救 但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 圣灵一定住在我们心中的 圣灵就会感动我们 去悔改 去遵从神 凡真信信耶稣的人都一定有这个表现 如果没有这个表现 他就不是真是悔改 如果真是悔改信靠耶稣 他里面一定会有这种生命的改变 当有这个生命改变的时候 就好像马太二五章所说的比喻 他就会怎样呢 他就会 好像说五千二千两日的仆子的仆人 就会使用他的恩智去祝福人 也就好像第三个比喻 绵羊山羊的比喻 造在主的弟兄身上 即是说 当一个人他真信主 他就会有这个果子出来 而没有这个果子是什么后果呢 就是雕在外面黑暗 而第三个比喻就说明 这个就是进入永火里面的 所以是地狱来的 就是说一个人没有真正信靠耶稣 他一定没有果子的 他没有果子的时候 果子证明他有没有信耶稣 这一点非常重要的 他的果子不是得救的方法 是得救的表现 当他得救的时候 就证明他这个表现 证明他是得救的 就好像一棵树 你看到他有叶 有果子 你证明这棵树是生的 他不是靠果子生存 因为他有生命 所以他生存 所以在这里说到 就是说这个人进入这个延迹 他是没有穿礼服 没有耶稣的救恩 他的公义 于是他就会放在外面 黑暗里面 在那里哀哭设止 我们就看得到 在这个比喻说到什么呢 就是神去呼召 首先呼召以色列人 当我们不听的时候 神就去列国 所有不同的人 任何的人 神都去呼召 但这些呼召的人 圣经说到就是被召的人 多损伤的人少 损伤的是什么呢 是真的他会信靠耶稣到底的 不是信靠一阵 有些人以为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但圣经其实是很多经文 清楚说到 是一个人如果他只是暂时信耶稣 他没有继续跟从的时候 他是不得救 有些人就说 那些 其实他没有真信过 就是没有信过 没有信过他就能得救 但圣经是有讲到 有真信的 真是信 在希伯罗斯有讲到 这个人是蒙了光照 由于圣灵有焚 有尚过天恩的滋味 这三点很重要的 蒙了光照 尚过天恩的滋味 神的善道的滋味 就是说这个人是真的 尚过神的恩恋 他真是有信靠神 而他可以失去救恩 在马太方十三章也说到 这个天国的比喻 说到有杀种在浅土 他很快接受 真的接受 不过没有跟 这个也是真的接受 但是后来没有跟 所以就跌倒了 所以告诉我们 我们真是被神蒙照 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我们真是会信靠耶稣 继续跟从耶稣 这个就是神简算的人 那我们又不用怕 我还是神简算 不需要怕 你的心里面有这个心 我想耶稣救我 你持续跟从神 你就已经是神的呼召的人 不需要觉得 哇 不知道我今天犯了罪 会不会我又不得救呢 我们不需要担心这样 我们真心悔悔 犯了罪 我们就悔悔 耶稣一定赦免我们 我们仍然是得救的人 但是有些人 他真的藐视神的救恩 他会犯罪 觉得不要紧 他会离开神 这样的时候 他是跟神已经脱离了关系 我希望大家都会享受神 基督徒生命不是这样 不是有天害怕 死了 我会不会失去救恩 我们不用怕 我们享受神 我们神是很爱我们的 我们几困难都好 现在在这个时代 其实是一个末后的时代 大家都知道 就是 是不是这个 有些问题 OK 大家都知道 真是今次的疫情 他们都说 从来未试过这么严重 他们都说到这个 对于经济的影响 真是几百年以来 都未试过一次 这么大的影响 对于全世界的经济 我们香港其实算很好 香港算很好 因为染病的人的数目 是不是很多的 是真的受控制 不过一样 很多人很惨 很多店铺要关门 很多人没有工作 是很困难 你想像有些国家 每天几万宗的那些 几千宗的那些 他们的经济 会什么时候才康复呢 虽然说有这个疫苗 也有很多人不愿意受这个疫苗 而且就算受疫苗 不是代表一定是绝对保护的 也有段时间 就算你用了疫苗 也有段时间 才能够保护的 所以 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我并不是想大家不安 我想说就是 神是一切事物的主宰 祂是掌权 我们不需要说死了死了死了 有些人会说 快点快点 如果神爱我们 快点快点 疫情走去 我们都希望 我也希望是 不过圣经有说到 在末后的日子 就会有很多饥荒 瘟疫 扰乱 战争 是圣经有清楚说 也都说到 是将来有敌基督出现 有大灾难 是真实的 当我们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说 当我们看到世界的征兆的时候 耶稣说什么呢 我们就当挺身昂首 即是说 得熟的日子近了 就严肥说 死了死了 我很害怕 死了 我很惨 我现在没有盼望 我要为了功才可以 在末后的日子 圣经说到 最严重的时候 要拜寿才能有买卖的 那些基督徒不是很快死了 但是 神会保守 神是掌权的 在圣经里面说到 就算那十个王 给权并给兽 都是神叫他的 大家可以在圣经里看到 是神叫他 所以 其实兽和大灾难 一切是神带来的 有些人说 为何神要带来这些灾难呢 神带来这些灾难 是叫人 单单依靠他 现在很多人是依靠 有神和我们的银行户口 和我们的工作 但是当在大灾难的时候 只有一样东西可以依靠 就是神 到时那些基督徒 会全部变得很有爱心 很有爱主的心 如果他没有依靠神的心 他是不可以持续跟着耶稣 因为他很快就会 拜这个仇和受这个仇人祭 我们不希望这事发生 所以我们希望帮助更多基督徒 暂立得稳 但是当时有很多基督徒会跌倒 我们就 有这个准备就是 我们暂立得稳 永远倚靠耶稣 永远信靠耶稣 圣经说到 我们要被万民恨户 被万民陷害 因为人是憎恨基督徒的 甚至基督徒中间有来到反教 他们彼此陷害 彼此恨户是会互相伤害的 那我们就说 神帮助我们 一直蒙召到底 我们信靠耶稣 有些人说 这么困难不行 神会叫基督徒 在一下子全部死光 神一定有供应 神一定有方法 这个我从圣经看到 我对于大灾难的看法 是一个喜乐的心 因为到时基督徒 会很有爱主的心 真基督徒会很有爱主的心 他们不会 即是他们 不会说 哎呦死了死了 没有力了 而是他们会 因为他们一定要有食物的时候 神会叫基督徒 很快脆没有食物 很快饿死 神一定是 感动我们如何得到食物 因为圣经说 圣灵会指教我们当说的话 如果他指教我们当说的话 他们都会告诉你 你如何倚靠神 你如何亲近我会供应你的需要 怎么供应呢 我们不知道 可能五饼二鱼 或者你可以用树叶当食物 也可以 神可以用任何的方法 总之神是掌权的 我希望大家 在一切困难中 我依靠耶稣 我被神所呼召 是神所拣选的 我坚持信靠耶稣 有多困难 我都不怕 天天都说 我一定有神的看顾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有力量了 但是很多基督徒的心 是依靠世上的平安 这个平安是会失去的 我希望 这次的灾难不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我希望今次的疫情不是很大的灾难 但是当然 大家想象 现在 如果大家上网看英文的比较多 其实《鏗窗集》也有说到的 即是香港的一些疫情 如果英文就会看到 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那些人的 在这个情况的困难 现在已经这么紧张 如果再过了两三年 因为这个疫情 怎么都会延迟一段时间 我们就说 神啊 你是我的唯一倚靠 我要学习 不要倚靠 情况稳定 不要倚靠政治稳定 因为当人 当他没有东西吃的时候 他就会疯狂 他就会可以抢东西吃 很多东西可以发生 这个世界很多东西会发生 但是我们有耶稣 我们有神 你一定保守属利的人 这一点很重要 我爱你 你为我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你呼召我 你是在我生命有奇妙计划 我就跟从你到底 这样的时候 我会说 我以大灾难为榮 为乐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在那时候 我们会见到神很奇妙的工作 神会跟我们说话 神会告诉我 你怎么可以得到食物 而当我们依靠他 他又会为我们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人心未曾想到的 即是在那时候 我们会经历神很大的工作 在这个时代 没有经历到的 很多人说大复兴 我相信大复兴 就是在大灾难的时候 在一个很受迫白的时候 神是会行很奇妙的事 被召的人多 損上的人少 被召的人少 被召的人少 即是神向我们差遣伯仁 向我们传福音 这个是被召 損上就是说 这个人是继续信靠耶稣 第一 被召得救 第二 他合神心意 即是他的生命是合神心意 跟从神的 被召的人是极有福的 被召的人不是全部有福 因为被召的多 召就是呼召 呼召的很多 但不是全部得救 其实很多 很少是真的被损上的 是得救的 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既然被神呼召 我们有圣灵的感动 神我愿意跟从你 叫我们能够被选上的 接着下一点 被选上的人中 忠心跟从主是更加蒙福的 当我们全心跟上耶稣 是最有福的 我很深信这件事 就是说 神说了一定是对的 我所有的教导都是出自圣经 都是圣经说有福 而我又经历到 而我看到很多基督徒经历到 所以我知道 是一定有福的 好了 整个世界历程 首先第一点 我希望大家记得这一章 整个世界历程 都是为了荣神益人 神为何做这个世界呢 祂想祝福一群人 呼召一群人 叫祂得救 而这群人 是会荣耀神的 就是整个过程 是为了祝福这些人 和荣耀神 让人看到神的尾线 这个就是世界存在的目的 但很多人以为 世界存在的目的 就是叫人有衣有食 我们不只是为这个存在 这个只是一个 生存的必需的东西 神的目的 在这个世界里面 就是要荣耀神 我就画了一条线 这条线 最左边的 很淡色的 就是一直到深色 就是创世 这个开始创世 洪水 阿伯拉罕大卫王耶稣降生 然后主在来 2021 现在 主在来 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 中间相隔多远 我们不知道 就是整个过程 由创世到耶稣回来 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荣耀神益人 就是为了荣耀神 和祝福人的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 都在这个过程 是其中一部分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 都在这个其中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神的计划里面 都听话 神就很喜欢的 神就很欢喜 一定会珍惜这个人 他会大大祝福这个人 提升这个人 这个人的生命 就会大大被提升的 如果他是听话 他就在神的计划 训练了 但有些人是这样的 他凡是得够 一定有果子 不过多还是少 有些人的果子很少 他也是在神计划的部分 不过 他是 多些不荣耀神 是少少荣耀神 有些人是这样的 但有些人是 很多荣耀神的 他的生命 是一定蒙福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观念 为什么世界全流 是为了荣耀神 和祝福人的 而大灾难都是神预备 都是为了荣耀神 因为当时的基督徒 是会全心倚靠神 他们的生命 是会很大的不同的 《买大福音》四章十九节 你们可以用心跟着读 或者你们自己可以一起读 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如一样 这里耶稣跟彼得说 彼得的时候 看到耶稣 一叫他杀网 立即捉了很多鱼 彼得觉得 这个人一定是神所派来的 是神的基督 他已经在心里面有这个信心 但他觉得自己不配 他就跪下和他说 主啊 我是一个罪人 请你离开我 因为我真的不行 我不配你 但耶稣不是这么回应他 耶稣不是说 那好吧 走吧 我找别人 耶稣说 你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如一样 就是耶稣会挑选 人以为没用的人 其实不是我们有多用的 有很多人说 我不行了 我没什么用的了 只要我们依靠神 亲近神 我们一定有用 个个都有用 我希望大家自己和自己说 我一定有用的 神一定可以使我 只要我信靠祂 亲近祂 我的生命一定有果效 一定有果效的 只要我走神的路 一定是有祝福的 而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 那里说到 尚在耶稣里面 耶稣就尚在祂里面 这个人就多结果子 即是说 他就一定有果效 他的生命一定有果效 这个果子不是从人而来 是从神而来的 当我们亲近神 神的平安喜乐 就会激毁我们 大家会发现 当你敬拜赞美 祷告 当你为到教会祷告 为到列国祷告 为到周围的人祷告的时候 你的心里就会有火热的心 你便会 言与行为 便会荣耀神 我们亲近神一定有果效的 所以这里讲到 告诉我们 下面写着 跟从主和尚在祂里面 神就负责令祂多结生命和事奉的果子 就是说 当我们被苦照了 我们要跟从 而跟从第一个东西 是如何有力量和果子 不是靠人的 是靠神 是神 祝福所有听话的人 亲近祂的人 一定得福 有些人的借口是什么 不行的 我很软弱的 我没有力量的 我不行的 我做不到的 他这个借口令到他拒绝 其实神一定帮到我们 我们只要尝试 神啊你 我依靠你 我全心依靠你 神一定会做奇妙的事 所以这个就是恩典 恩典推动 凡依靠神 亲近神 必定蒙福 无论我们多软弱都好 一定蒙福的 我希望大家记实 就是圣经所有的吩咐 是恩典推动 不是律法推动 不是说 哎呀我蒙照 我要做多少东西 一二三四做完 你这样很大压力的 很多人就想着 我要祈祷 我要看圣经 这些都是真的 我要祈祷要看圣经 去遵从神 我去侍奉神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我要做我要做 我有些没做到 要做多些 这样的时候是一种压力 但是当他们说 我亲近神 神就给我动力 给我能力 又会负责果子 当我这样听话 神一定是喜悦的 所以我们要侍奉 可以很开心 你越开心 侍奉的果效越好 越多人会因为你 而信耶稣 好了 耶稣说到 跟从的定义 很多人的观念 是很不同 圣经的观念 因为圣经说 他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写几天天背起 十字架来跟从我 有很多人的观念 我信耶稣 想上天堂 我不是想来至写几的 很多人觉得是这样 为什么要写几呢 因为我们的自我 是有很多罪 很多污慰 我们的罪 是不合乎 神的心意的 所以 生命能够结出果子 好像天堂那些人 那么喜乐平安 是一定他放下自己才可以的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不好的地方 我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我知道神那么好 我就愿意放下这些一切 下面写了 与主同钉 看自己为已经死了 这个同耶稣一起 同钉十字架 意思就是 好像真的要去钉十字架 要判死刑了 我好像自己死了 不再自己掌管生命 神负责我的前途家庭自奉果效 所以跟从神 神就负责了 神会搞定的 我就不需要担心了 我们需要同主同钉十字架 因为罪难了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我们的负面 我们的愤怒 我们的罪 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这些 我们跟从耶稣 放下这些垃圾 神就会祝福我们 有神的同在 神就会祝福我们 其实有这些垃圾很辛苦的 也有很多人找我帮助他的 辅导和祈祷 因为网上很多人看到我的影片 叶牧师看到很多影片 他说我很多烦恼 睡觉睡不到 很多情绪问题 灵界的骚扰 家庭问题 婚姻问题 失戀问题 我单身的问题 就是很多烦恼 都是他们被这些垃圾 因为人就会 当我们看这个世界 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垃圾 但是如果我们看 这个世界有神的计划 我进入这个计划 我听神的话 亲近祂 祂一定会祝福的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压力 不要紧要的 不结婚不死得的 神可以供应我们 有很多人说 我跟人相交 又没有人跟我做朋友 我做工又很快被人炒鱿 我没有份工是做得长的 很多时候 那个问题都在他本身 因为他的情绪问题 跟人相交有问题 经常计较人是怎么样的 也都不能够行 他处理不了情绪 于是经常都失眠 睡觉睡不到 所以做工又没有能力 又不委身 跟同事有问题 这些就是造成人各样的问题 当我们肯处理生命 天天在神的平安起落 多烦恼都可以改变 我见有些人 真的肯听神话 他本来是有身体问题 又有情绪问题 他亲近神 他放下垃圾 他说不要紧 人们说我不要紧 人们笑我不要紧 家人对我不好 我都是善待他 我都是亲近神 我看着那些人改变 我们都看着那些人不肯改变 因为他经常都说 那些人对我不好 他经常都不开心 执着于那些人的不好 这些就是垃圾了 就是跟从耶稣要做什么呢 拿着耶稣 和放下垃圾 我希望大家记住这件事 拿着耶稣 放下垃圾 而垃圾包括我的自我 我关心我自己 我常常想做自己的事 这个也是垃圾 我们的自我 就是垃圾的 耶稣很清楚地说 他说不配 他的十字跟从我 不配做我的门徒 是不配 好了 这里有几个图画 抗拒耶稣 自己做王 不冷不热 就拦了神的生命 就是耶稣叫我们跟从祂的 是每一个都愿意 与主同钉十字架 约翰十三章二十六节 这里说到 你跟从神 就服侍祂 服侍祂 神就会尊重的了 如果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我再拿去服侍 我的人也要再拿去 如果有人服侍我 我负必尊重他 神一定会尊重的 你跟从神 又服侍 服侍 不用想着有什么大的侍奉 当你感谢神 亲近神 你有平安喜乐 你就告诉别人 耶稣真的很好 耶稣叫我平安喜乐 耶稣医治我 耶稣叫我得释放 我自己轻轻松松做人 你分享给人听 这个已经是侍奉 你告诉别人 耶稣多好 已经是侍奉 我们什么时候 周围的人都想想 神让我聪明智慧 如何跟祂相交 关心祂 如何将福音传给祂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是侍奉神 神就喜悦 当然 我们能够进入 不同的侍奉光位 是更加好的 能够建立教会 是更加好的 但是首先的侍奉 是在任何的场合 都荣耀神 去祝福人 而这个事是不难的 只要你有耶稣的生命 试过有一次 我的教会有个妻子进来 她进来 她跟我聊天 我觉得她很特别 很火热 她说我整天都去传福音 我真的这个心很喜乐 很平安 很有被神激励的心 我就立刻请她在崇拜去分享 她真的很有热切的心 因为她被耶稣改变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种热切的心 神就尊重我们 你有心事奉神 神就会尊重我们 在《奇事律》十四章一节 《奇事律》讲到有三群人 一群就是以色列人 十四万四千 第二 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 十四万四千 因为是一个代表性数字 我们不肯定 第二群人 就有无数的人 是由国族各方各民来的 然后《奇事律》十四章 讲到有十四万四千人 这个是不是又是十四万四千的数目 还是一个代表性 我们不肯定 而这些人讲到他们的特质是什么呢 他们是在宝座前 在四换物和掌路面前唱歌 这些人第四节开始讲 有些人说 我一定不合格的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未曾占面腐女 他们是同身 高阳无论去哪里 他们跟着他 他们是从人间买来 作初熟的果子 他们口中插不出方言 他们是没有有瑕疵 这帮人 耶稣去哪里跟着他 即是说原来在将来新天新地 是有等级的 有些人很接近耶稣的 我们之前有说到那一群无数的人 从各方各民来的那些人 就没有说到他这么跟着耶稣的 但这一群十四万四千 是跟着耶稣很贴的 跟着耶稣很贴的 我希望大家羡慕 因为神是充满爱和喜乐的 越近他的人 越能够经历到神的祝福 在天堂 个个都会跟神近 不过有程度 个个都跟神很近的 但这里就说到那群人是很近的 但有些人说 我已经不合格了 因为我口中有说到大话 我觉得这个不是从来没有说过大话 而是他真的会悔改 真的会改过 因为人从小 不会说零大话 总有他犯的罪 人都有罪 不是这群人没有罪 而是这群人真的会处理生命 所以我希望大家跟从耶稣 你说神啊 我愿意全心跟从你 保罗也说过 岂不知在场上赛跑刀跑 但得掌赏只有一人 这里不是说到天上 只有一人得上赐 因为圣经在《哥林多前说》第3章 讲到 各人要按照本身所行的掌赏 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掌赏 但保罗说 我们要好在场上赛跑刀跑 但得掌赏只有一人 我们都当这样跑 叫我们得到掌赏 就是说我们荣耀神跟从神 不要不断承认 是专心的 我全心 有一次我听圣经 我家很多时候都在听圣经 忽然间听到 在马太二十五章那里讲到 主对赚了五千的仆人说 你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忽然间这句说话打入我脑里面 不多 这个五千个为什么是不多呢 那是最多的 为什么是不多呢 那要点就是 人总会有很多不好的地方 他有很多地方 没有听话 他有听话 不过有很多地方是仍然可以进步 那我就开始留意我的生命 我发觉 很多时候人又会这样 大部分的时间是没有想到神的 大部分的时间是没有跟神相连 或者是荣耀神的 那我就有一个提醒 就是说 不如我试试日日 从早到晚都不断去感谢神 爱神 荣耀神 留意我的说话 留意我的情绪 留意我的表现 全部都荣耀神的 那我将来耶稣见我的时候 他未必说 你是很多事上有忠心 但耶稣可能会说 你比以前多了 我想的就是这样 我比以前多了 因为我们不会是完美 我不是说要够完美 不过 我希望 我是越来越多 我希望大家都是 越来越多 越渴慕神 你会不会有这个渴慕神的心 因为万君之夜 我说 欢喜你 喜悦你 是没有一样 比你更加美好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 羡慕这十四万四千人 都是说 神啊我愿意更多的 亲近你 嘴里面拆不出方言 也都是 这里讲到 未曾尖面腹里 有些人说 我结婚就是没有份 这个也可以是一个代表 我们和神的关系 是没有其他的偶像影响 就是说 单单爱神 不是爱世界 我们是求主帮助我们 总之 将神放在首位的时候 专心爱神 我们和神的关系 是越来越好 在地上和在天上 诗篇九十一篇第十四节 也讲到 爱神的人 神如何祝福 他说 因为他专心爱我 我就要答救他 因为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将他安置在高处 他要求告我 我就应允他 他在吉兰中 我要与他同在 我要答救他 使他尊贵 这里有很多个动词 是神做的 全部都好得不得了 因为什么呢 他专心爱我 专心爱我 我就要答救他 他什么困难 我答救他 我要将他安置在高处 他要成为尊贵的人 他求过我 我就应允他 在吉兰我和他一起 我要答救他 使他尊贵 这里讲到 神会祝福他整个生命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羡慕 神啊 我很想是这样的 是你所喜悦的人 愿意我们说 神啊 爱你真的是最好处 我们不是想着好处来爱神 但爱神的确实 是对我们整个生命最大的祝福 有些人说 爱神怎么叫爱神呢 好像很空泛 爱神首先是渴慕神 神是最好的 我渴慕他 我感激他 我欢喜他 我亲近他 和我遵从他 我喜悦他 我感激他 我亲近他 我遵从他 我荣耀他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 荣耀他 那么 我们就想想 我们追求什么 就是 我们今天讲到就是 蒙照和跟从 很多人追求什么呢 财富梦想成功 世人的接纳 大家看到好像明星 很多人喜欢他 或者梦想 情欲 自己做主 跟从自己 或者是神最高的计划 神的计划 超越人的计划 很多父母 为子女预备好 你将来读什么 幼稚园小学 中学 大学 为他预备 但是这个儿子可能完全不听话 完全进不了他的计划 但是我们进神的计划 是最美善的 我们带小朋友进神的计划 是最好的 他一生都蒙福 他从小看到父母爱主 他跟从主 知道神会祝福他的路 神一定祝福 我自己是一个很贫穷的家庭出身 我小时候吃过发毛米 我家里因为穷 那时候他买些米回来发毛 洗了毛就煮饭吃 我在这样的情况长大 是没有可能有我现在这么多的教育 但是神知道我爱他 当我信耶稣之后 神就为我预备 各方面的教育我都得到 各方面真是很好的 教育和帮助都是神赐给我的 我多谢主 完全不是我们 不是我救好 全心跟从主带来无限的恩典 否则你会极度的后悔 其实跟从世界的后果 就一定在世上 很多的困难 很多的不开心 在这个图上 你看到不同的东西 就是神的恩典 降在我们身上 耶稣的救赎 教会 圣经 和喜乐 太阳与水 神的义婆 和祂的恩膏 圣灵的同在 各样的恩赐 大自然各样的东西 和有侍奉的机会 和将来永恒的赏赐 都是神一定赐给所有跟从祂的人 是永远不会后悔的 我希望大家听到今天的信息 真是神 跟从祂是最好的 我们的信息是蒙照与跟从 神呼召很多人来 来吧 我们什么时候呼召呢 透过神的仆人 神的儿女 向我们传呼音 耶稣很好的 圈导我们 我们的心灵里面 会有圣灵的呼声 你亲近神 去依靠神 回到教会 看圣经 遵从神 我们里面有呼声 被召的人很多 神一直呼召我们 很多人 但损伤他是少的 如果你是有心信主的 是愿意跟从主 你已经是损伤 不过有很多人 损伤是怎样呢 跟从神是百分之一 他就觉得 我又有神 我又有世界 但反而他是得不到的 他在这个世界 也有很多困苦 很多不开心 但当他完全跟从神 他整个生命蒙福 神就将他放在高处 要叫他成为尊贵 我希望今天的信息激励大家 我们既然知道 神是超越一切 这个很简单 一个真理 神是超越一切 神是超越人 人真的很脆弱 在这个疫情 很多很多人死 我看过一些图 巴西那里 很多四方都会是 那些坟墓排排队 排排队是这样 一个个这样 把人撞下去 也可能有些地方 都不是这样排队 一个洞 直接一个大洞 都未定 我不知道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地方 很贫穷的时候 人可以一下子 什么都没有了 但我们依靠神的时候 是最蒙福的 神看重你 一定会 叫你成为尊贵 叫你的生命蒙福 整个生命有平安喜乐 其实我小时候 因为家庭的家变 和家庭的贫穷 家庭的家变 忽然家里有很多草草 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恶梦 和梦游 很多惧怕 那些梦 多数都是危险的梦 但是我倚靠神 是一步步得医治 得释放 有喜乐 让神为我预备 很多美好的恩典 我希望大家 都渴慕 神才是最好的 不是渴慕 有些人渴慕 有个大能的 报道家为我按手 我就搞定 其实 他只是一下子的帮助 最重要 都是我们自己 行狗的跟从神 遵从神 处理生命 丢掉垃圾 这个人一定蒙福 我希望大家真的说 神 我愿意全心跟着你 既然你呼召我 我多谢你 你损赏我 你爱上我 我好欢喜 我多谢你 我愿意全心 走你的路 这样的时候 你是蒙福的 愿意 真的你 对神有回应 那我们 跟着唱这首诗歌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我已经决定 去跟从耶稣 有些人说 我已经跟从耶稣 这个不是只一次的 是天天的 天天 我已经决定要跟从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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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世界外背后 拾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十家在前途 世界在背后 十家在前途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耶稣帮助我们 每一个真的说 神啊 我愿意完全跟从你 全身跟从你 听完你的话 我一起唱 用奇异恩典的音乐唱 耶稣爱我和我们爱耶稣 我们跟从耶稣 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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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敢冲击 我敢冲击 都为与 我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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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为与 我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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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为与 我敢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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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为与 多谢耶稣 我们跟从你是最蒙福的 我们跟从你整个生命都蒙福 我们爱你整个生命都蒙福 求你帮助我们深信 耶稣说的话是真理 耶稣说 若有人跟从我就当写击 天天背的十字下跟从他 也说 若有人没有写击跟从我的 他不配做我的门徒 如果爱自己多于爱主的 不配做耶稣不配做耶稣的门徒 求主帮助我们知道 神喜悦才是一切 我就愿意 神啊 我听了你的话 我愿意跟从你 将你放在手里 你是我的生命 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一切 神是最好的 我愿意大家都欢喜神 欢喜耶稣 没有 跟从耶稣不是痛苦的 很多人以为 跟从耶稣就很痛苦 不是的 虽然耶稣说会受逼迫 但我们跟从耶稣 神会叫我们受逼迫都更加喜乐 有些人想到那些人殉道 被人追打 觉得他很惨 但他们会经历到神很奇妙的工作 跟从神的人受传受苦 就算是外面受苦 它里面是有异常的平安喜乐的 我希望大家欢喜神 感谢神 跟从神到永远 多谢天父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到永远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听耶稣的话 在这个世代作明亮的光 在这个世代是一个困苦的世代 我们可能已经进入这个末后的日子 但听从神的人必定得梦神的恩典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荣耀重赞归比主 哈利路亚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上 愿我们每一个同在 叫我们时时跟从耶稣 听耶稣话 爱耶稣 圣灵的一切 神一定祝福的 愿主祝福大家 阿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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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